主料,洋白菜一百五十克,洋葱五十克,胡萝卜五十克,青椒三十克,辅量,油,盐,内精,鸡精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将洋葱洗干净,切成丝,将胡萝卜,青椒洗干净,切成丝,将洋白菜洗干净,切成丝,炒锅放油加热,胡萝卜,青椒丝入锅 炒锅油后盛出,炒锅放油加热,将洋葱丝入锅煸炒,洋葱煸出香味,将洋白菜入锅翻炒,翻炒均匀,带洋白菜七分熟食,加盐,味精,鸡精,继续翻炒,翻炒均匀,将过油后的胡萝卜,青椒丝入锅,继续翻炒均匀,即可出锅装盘,烹饪技巧,此菜中有洋葱,所以,不需要用葱 葱炒锅,此菜突出清淡,爽口,所以,不要加味重,色重的调味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